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斯哥 有问题就找耶斯哥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个 另外一个话题啊 就是关于美签的啊 美签和啊 中美通行的一些问题啊 之前说好消息很多啊 中美之间呢 终于这个航班啊 有所放松啊 尤其是中国的民航局呢 开放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航线 当然也是被迫做出来的 因为他之前想自己关起门来赚钱啊 美国威胁之后呢 他们又开始放宽了 放宽了之后呢 两边都有航空公司开始呢 相互的通航啊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那最近呢又有不好的消息啊 这个就是美领馆呢 但是取消了7月中旬左右的一段时间的预约面谈 有一些朋友反映说 他正好在这一段时间面谈啊 之前啊 就是预约的就是这个时间段 但是呢 结果取消了啊 取消了 那么 这个取消这个面谈 到底对后面的有多大的影响 为什么又会被取消 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同时呢 我们也看一看在7月份 中美之间的这个通航 到底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14天的规则会不会结束啊 会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改变啊 我们一起来简单的看一看 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和预防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他美领馆的再一次的取消了两周面谈啊 也就两周左右 从7月十几号到二十三四号的样子吧 目前来说呢 他的这个规律啊 我发现是不是就是啊 他现在呢 就是以两周两周作为时间段 然后呢 去评估啊 到底这一段时间需不需要取消啊 我觉得他现在再一次取消 这个确实有一点突然啊 因为之前大家应该也知道啊 美国这边的case 其实基本上啊 不停的在下降 不停的在下降 然后呢 中国那边从名义上来讲啊 也是不停的在下降的啊 至少或者说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一个平稳期了啊 只是说最近呢 两边都出现了一些异常啊 北京北京这边的啊爆发 当然也有人说这个北京那边是啊 所谓的政变阴谋啊啊 这个为了防止这个习近平啊 就是吓唬习近平 不让他回北京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啊 搞不清楚 但是呢 北京那边的这个case呢 相对国外的这个上万上万的每天case增加呢 还是小儿科啊 才几十几十的啊 但是呢 国内的这个频繁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呢 这个北京现在也处于一个非常紧急的状态 这是没有办法 然后呢 这种紧急状态的肯定会让啊 啊 嗯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国家也也比较紧张对吧 就会说嗯这个二次疫情是不是又开始爆发了啊 因为之前专家呢也一直在提醒啊 小心二次疫情爆发 小心二次疫情爆发 就像之前的那个西班牙大流感一样啊 其实从历史的走势来看的话啊 西班牙大流感呢就是第一波来了之后呢降下来 然后呢第二波又起来 然后呢啊第三波 就是这样的这个当然他第二波呢比比第一波呢要弱很多了啊 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的每次疫情的走势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曲线啊 嗯 然后美国这边也是的啊 美国他美国这边有点特别 他是他是case呢 没有之前没有降的非常厉害啊 只是说从3万多最高峰的时候 三四月份的时候3万多 每天的case降到了大概有时候是1万多啊 降了1万多 然后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又开始往上涨了啊 而且呢奇怪的是呢 现在的这个case的这个每天的这个量啊 好像比3月份当时创纪录的3万多还要高啊 最近有一两次是不是达到了4万多的这个case啊 我反正也没有没有天天去关注他这个东西 所以呢美国这边的搞的也很紧张啊 这个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呃这个出现了case的猛涨啊 当然也有说是不是一些这个党派之争 导致了这些case的猛增啊 或者是也有一些这个啊 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啊 搞不清楚 呃目前来说呢 我们只能说啊 有可能就是二次疫情爆发 甚至啊在美国是说这个啊 第一次疫情本来就没有结束啊 这一次的这个case突然增长的 只是说之前有一段时间 保持微弱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还处在这个首波疫情里面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疫情的影响可能比我们预想的啊 拉的时间会更长 然后呢 那个高度可能会更高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 所以导致了这个最近的两周的面谈取消啊 也算是合理啊 也算是合理啊 可以理解 但是呢这个不好的这个情况是他现在取消了之后呢 不知道后面这个case能不能啊迅速的降下来啊 不管是北京也好啊 还是美国这边也好啊 都能够迅速的被压制一下啊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至少也要等 等个一两周的时间啊 因为按照14天作为这个啊 疫情的周期的话 对吧 我们至少要观察14天或者经历14天才知道 哎 这个case它是不是会啊 完全的降下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潜伏期嘛 对不对 所以呢 呃 我们也只能再等待一下这个14天 对吧 但是这个14天规则不是 不是那个美国要求中国的这个出境的人啊 就是乘坐从中国出发的 旅客到美国来需要满足第三国14天那个规则啊 那是不一样的啊 但是啊 本质上其实也是同一个东西导致的 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在14天一类啊 基本上都可以知道到底会有多少case爆发出来 所以呢 呃 这种取消呢 嗯 我也希望它是一个战时的 然后呢 在14天以后呢 能够尽快的削减下来 但是到底走势会怎么样 谁也不知道啊 我们只能呃 祈祷这个尽快的平稳下来 这样的话呢 美国能够进入到一个更 常规的一个阶段 当然7月底的那个 面谈预约呢 还在啊 有朋友反映说它是7月底的 它的这个 预约面谈还没有被取消啊 那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 我们也希望在7月底之前这个case呢 都能够缓解下来 这样美国政府他在评估的时候 他可能会觉得嗯 好 这个case都降下来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常的进行这个面谈啊 因为很多朋友也比较着急啊 要面谈了预约了几次怎么被取消了 对吧 取消了又取消了 又预约预约又取消啊 这个搞得很恼火啊 但是这个也没有办法啊 这个疫情呢 不停的在反复 然后呢 另外一个问题呢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 这个14天的规则啊 这里面我提到时间为的 就是刚才给大家提到的 这个航空公司的啊 就是航空 不是航空公司的 是美国政府这边的那个14天规则 它按照计划呢 是6月30号啊 就截止了 截止了 就相当是说啊 6月30号啊 他之前的这个规则呢 就要到期了 那么到底到期之后呢 他会不会有一些补充的一些规则呢 目前还看不出来 也有可能会用另外一个规则替代啊 毕竟中国的明面上的疫情呢 应该说算是缓解了 之前说那个欧洲要开 开放一些国家的限制嘛 说要把那个15个国家 我当时看了以后呢 他好像说是暂时把中国排在外面了 所以呢 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中国在欧洲和美国的这个评估看来到底去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比较乐观的话 我觉得这个14天规则应该会做一些更改 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呢 我觉得会不会向日本学习啊 因为日本好像最近对中国已经开放了 但是呢 他好像也增加了两个限制 大家看啊 是哪两个地方呢 就是第二条 大家看 他是湖北省和浙江省要特殊对断一下啊 就相当于说 日本他他的评估认为是湖北省和浙江省这两个省的那个case比较多 所以呢 他觉得从这两个地方出来的必须得加以限制啊 就是说其他省份的可能就稍微好一点 但他这个东西那你也没有办法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判断你到底是哪个省份的 他可能唯一能够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看你的身份证啊 是什么户籍什么之类的吧 所以他这个也涉及到了一个 哎呀 这个没办法 都是受到这个中共的影响啊 这个导致了这个外国人他也开始对中国进行地域歧视了啊 好在这个 呃 这个呢 也不是一个全国性的 好在这个持其他地方的朋友呢 稍微好一点 但是呢 湖北省和浙江省那就没有办法了 总而言之呢 我们啊 拭目以待 美国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政策出来啊 呃 好 今天的话题呢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